台北市長 好的 讓大家久等了 現在有請大家雙手準備 邀請到我們今天 下午講座的主講人 非常開心 今天下午大家 抽空起來參加台灣傳統基金會的 維護基本能性講座 今天下午我們邀請到的主講者 是台北市長 抽空起來 掌聲 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下午的麗玲 我們今天為會人性基本時間 講座的主題叫做 城市治理 今天歡迎非常榮幸邀請到 柯文哲柯市長來用我們非常大的 城市治理經驗 那接下來我們就掌聲邀請我們的柯市長 謝謝 各位朋友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 內容也在 很多地方都講過 因為現在說我們那個 Vidio YouTube 所以有時候 很多演講 事實上也 都有一場講過 你講的多差不多 不過是這樣 CD跟現場演唱會還是不一樣 跟CD聽一聽 不過今天就來當過現場演唱會 就是這樣 因為我當著台北市長當著市民們 還是有一些想法 要來跟大家講 後面是說看來這張照片 會是歷史照片 因為這是我2014年 要參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那個參選的記者會 宣布要參選的記者會的照片 這個旁邊就是 這個客戴景州街的這個 講會的經驗夢想 這個當然實在是很簡單 支付參選 做一個壓克力版的桌子 旁邊就畫一個 一個 一個佈曼 其實他們的字 都今天看起來是 有他時代的意義 他剛才以前改變台灣從首度開始 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 這場有文化與福祉的社會運動 也是把歷史上的意義改變政治文化 上訴求的選舉 不可對聯的 台灣還是有很大的成長差距 所以事實上會發現 不太可能說 整個國家 同步前進 希望後來 台北市在推雙的教育 後面說 2017年 兩分 新的成長 市場 國家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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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史 市場 市場 请你早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太可能台湾或整个国家恐怖发展 所以一定有些意外会先前提 那台北还是台湾对先提的层次 其实在台湾还是有很明显的成长大力 我们台北是在推那个双五教育 我们从2017年两个学校开始 2018年变六个 我们今年九月或者十三个学校 我们台北是有200多小国中高中 加加239个学校 到今年的九月开始 十三个学校开始推双美教育 双美教育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说它全部的课程 超过三分之一以上是用用教育 你想想看其实在台北市 都有那种虚拟的差异 对何方是全台湾 所以后来我发现 在政治上很难说全国同步发展 所以还是能够能够前进的地方建筑 所以这个都是领欧阳的概念 那台北还是全台湾最先进的领欧阳城市 我跟你讲我算过全台湾 每人每日垃圾产量最低的是台北市 可是你想想看 台北市是全台湾最先进的城市 最共产化 可是我们每日垃圾产量最低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台北市有垃圾分裂随在城市 我们看台北市要丢垃圾是要趁机 没有哪个垃圾大家撞地去 刚刚这个动作 因为垃圾随在城市 大家就开始做垃圾分裂 所以台北市的垃圾分裂 回收率也是全台最高的 那我们每日垃圾产量也是全台最低 可是你想想看 垃圾分裂随在城市 从马一九十代开始 到现在全台湾 只有台北跟新北有 其他地方也没有 已经20年 但那个垃圾分裂随在城市 就已经花了20年 台北已经没有在做 所以其实对双鱼教育 我在想 从我们台北市开始对双鱼教育 到将来有些说全台湾对双鱼教育 我猜 也这样很久 我问过新加坡 新加坡花了28年 新加坡才一个城市 就算28年 那台北就是说 台湾如果要全部都算比较恐怕 不是28年可以出去 所以 所以还是有沉阳大际 那 在承认沉阳大际的存在以后 台北做全台湾接近的城市 我还是主张 台北可以做还是先做 那如果台北先走 那台北要台北 我这很想文化 这很想文化 这就回到2014年来讲选举 坦白讲2014年来讲选举 选举的地方 也永远不讲为什么 人数量不要有什么事 只是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生 2014年来讲选举 所以发生事业 发生事业 第一次的时代战争 因为以前的年轻人 他的投票率 20到20%的投票率 每天都超过50% 所以我们年龄整理 投票率最低的是20%到20% 这没有投票率 我们是年纪越大 投票率越高 70岁以上 投票率越高 新的年轻人 然后20到29%就不到10% 可是2014那年 是第一次 20到29%投票率 衝破系的 所以我以前 我以前一直不晓得有奇怪 我说年轻人不是最热情 年轻人不是一件最多 年轻人去投票 后来我慢慢懂那个道理 我最近遇到那个 红南北市的思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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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63个 在23个思议员当中 就变成了个20到29岁 认同的 那科技的 我想来想去 绿营大概都是高嘉义 蓝营大概徐晓信算 当然可以 其他的都不太像 都不知道20到29岁 他会认同 因为他不是很老大 可以去投票 不是蛮有趣的概念 所以 所以 所以如果我们把 选举当作 是一个改变政治文化的社会 所以就是这一句话 对我来讲 不管选举或执政 都是一个改变 政治文化的社会 这有同样的概念 他到底在想说 这就怎么 反正我们这些 很不小心闯了一个大名 那你说我写 就这个技卑 一句叫创党 无容器 我本来是在吃便当 他说他有一天这个 我说 打县政纪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他说民主党也没成立 所以很多人在工作 在做入打 我说基本上没成立 其实那一天在做法律政区 应该是说原群人 他们开一个会 然后 然后说 因为我们想要创党 然后写个申请 一个法律政区 然后就跟内政区申请 内政区通过 才可以开始收党 所以那一份 我们不是说创党大会 我们是赶压子上下来 因为我们才是说 我们要去走法律政区 就被曝光 当然就第二天在改的 那是上改的 那是什么 创党大会 其实那不是创党大会 那叫创党 筹费会而已 所以很多人在问说 请问怎么入党 怎么申请 我说很多人都还没合准 不管是选举或执政 不管是选举或执政 或者改参政 改参政 所以我们在想说 如果我们形成一个政党 他到底会做 所以这一次 我们最近在思考 在他的过去二十年当中 所谓的第三四亿 每一个出券都在小指令 为什么 不管从新党 清明党 台湾党 到最近的时代以来 几乎都是出券 他在想 为什么 因为这很重要的概念 有一个是 破外星的冲击 那有一个是 他说 如果你卖的产品 一样 通路一样 使用的经销商 一样 宣传的手法一样 请问谁在市场上 获证 大家是什么 马基西尔最大的那家的公司 所以然后去年我在巡礼的时候 我没有去办募房 三位 又没有募房 我刚才说 你为什么不募房 我说简单 我说 我刚才台北市的信任 台北市的 我去募个比喻 容易不容易 答案是不容易 问题是对手是募 服役上开始起跳 他知道是 他募的写定是我的 不配以上 所以如果我跟国民党民进党一样的选择 我应该有不了他 所以他第一个很重要 变连 打败Nokia 就是台湾 打败DOS 就是运动 也就是说 你应该知道 打败Nokia 就不是摩托多拉 意思是说 如果你跟他差不多差不多 他妈一学最大的公司最厉害 因为你 他妈一学 他市场再努力 他不给民党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台湾一下 我们跟国民党民进党一样 在讲什么 我们讲歷史前代 我们要是一个小打开的书票 必败武器 所以我今天早上 他们在讲说 只能得 全成立的新政党要怎么预求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我们跟国民党民进党一样 要射什么新竹 党部 然后什么桃源党部 然后那个什么 招募的方式都跟着他 跟他们一样 我说 如果这样这样 那就可以全部解散了 第一 重复过去 失败的这个也不会成功 如果新党 清明党 台湾党 时代力量 都是这样消灭掉 你是从到屋这里 所以那跟过去也完全不一样 当然他说 那你我们要做什么 我说第一个概念 Urlimity 把Urlimity 你被限制 你被什么限制 把Urlimity 只有你的想象力 可以限制住你 所以我也是讲 1492年的 这是以前那一年以来 问的很奇怪的题目 比如说一拜堂 一年以来 一年以来 一年以来问我说 政和跟论务有什么物严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需要 我们说 我们这样的根部 我想不出来 比如说你看那个政和气势下西洋 它会连着海岸线走 他不敢偏离海岸线 可是各人物叫三艘船 之间都是大西洋 这个分布大西洋的动作 你看 八千的新大陆 八千的新航路 世界航海都改用 整个烈利子改官 所以1492年的各獨部什麼事都沒做 他只是勇敢的航向是各自的世界 所以為什麼講說創新是台灣唯一的初步 你想想看喔 台灣跟大陸比 人口差50倍的 經濟失利殺20幾倍的 你要跟他怎麼比 所以我們只有完全雄心的人 所以可以打敗Dots的是Windows 可以打敗Mokia的是Imo 摩托多拉就沒有辦法來弄起來 所以我們要完全不一樣的思維 相當的遠大 所以這給林鄭人通常說 為什麼我們不會再重蹈過去失敗的規則 因為如果 所以這個通常概念 重複過去失敗的前面不會成功 我們也是在講說 什麼國務時事革命 我說那個是很大的例子 失敗時事第11次革命成功 我們說我們要怎麼堅持不拔 我說我失敗一次兩次就要趕快改變戰術的 來 起來失敗時事 起來給他失敗時事 你挖嘴 然後衝判兩次 我那邊挑有 我們在講說那個國務革命時事第11次 成功給拿著很難的 換你 絕對不能趕那種事 人的一生可以失敗時事 哎呦 失敗兩次都快掛掉了 看什麼 就失敗一次兩次 就是這樣 然後 學習有三種 一種他自己去做 才知道說 這不行 這很笨 一種是看別人做都不行 還有一種是用頭腦想一想就知道都不行 所以這樣 所以這樣 所以 不管對我來講 不管是選舉或實證 他說這個改變政治文化的收入 也不能不能打開 沒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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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 所以說我最近在思考 很多人很喜歡問你的資料 你當台北市長 你有什麼技術 有什麼可以看得到 我要跟大家講 所以說我們開始在做一件 過去對過去關於思維 以前說 你當市長 當縣長 今天要做什麼建築物 什麼東西大家看到 其實跟大家講 你現在步驟 二年一四一八年 你選台北市長 你覺得你最驕傲的是哪件事 國民專業 你剛剛講表摩的講 台積的 我的經理辦公室 開幕僚很大 被我的經管書鈔票 我可能在那裡講 講說我的經管書鈔票 那經管書不是 是上月初階級的 我說不完 你是不是被燒掉了 你想想看 他為什麼被燒掉了 因為他什麼 台北市的規定 六米巷子 那個一二樓 才可以做開工 是三樓 這樣就可以 三樓 如果在駐站區的話 都不會 為了這個 我們在選舉後 才開始重新把整個 台北市都市計畫 都市管制的 但他就要在檢討 你想想看 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覺得這件事情 現任的台北市 哪要選人的 他的訓練辦公室 開幕兩個人 被他的政策去燒掉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比敘軍的怒氣都還重要 因為那個北門 你看那個北門很漂亮 風圓真語很漂亮 這是看得到的 可是文化是看不到的 你想想看 連到現任的台北市 哪要選人的 他的辦公室被燒掉 這個表現什麼 風圓的依法行政 這很重要 我們重要的概念 幾乎就是當年商鴨 那一幕回去 商鴨變化的故事一幕一樣 你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台北這個風圓 開始敢依法行政 比方收了 去年那個台中間 整個北台都全部放掉 這台北是正常上班 因為當時商鴨說明天早上 風圓那麼大 沒有達到放假的標準 我說你確定 你確定 可出去宣布文業正常上班 可是整個北台灣一直到明天 到明天 還要亂放假 這個就是我們群眾專業 然後 台北市 那專船局 台北登記台 從花火公園 搬到西門跟禮拜 也西門爹在馬路上班 在風中馬路 我沒有理解過 所以他以為這個風圓 你開始敢義化行政 開始敢評專業做事 開始敢創新 敢冒險 為什麼做得到 這很有理 我講的故事便便 這個 我們不是取消重陽健老金嗎 然後那個 老人的民調就調到 那個民調就調出發 那個是我們那個公務行長 都給我寄定 那如果 那些重陽健老金寄下 好像都給送 你知道 比如說那些外面 那人 重陽健 來辦一個 重陽登山活動 他獎品弄好一點 給老人來參加 抽個產品 所以那些老人高學一點 我說 應該是有道理 好沒禮拜 所以那一次有搞雜人 以前這個活動 從來沒有超過2000個人來參加 那一天來了三萬五千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從學校有件事 第一 老人會使用 我們也沒有做廣告 你來 老人在旁邊帶你傳來傳去 那個 那個 鄧山活動有獎品被 哦 全安別社老人都不會參加 三萬五千 再來 獎品達到450塊 會產生致命的信義 哈哈哈哈 那些人都會說 那些獎品把這個信義 都會有信義 我不知道 我說那個COSCO 那個 也沒有早餐15塊 外面排隊都排一公里 15塊每個早餐 排隊都一公里 說那450塊 那回來自己的老人 什麼時候 就早餐來 哈哈哈哈 所以 但是你看 老人搞到那個捷運站 你再塞爆 那個健康站塞爆 然後 老人要搶那個獎品 還來跌倒 來流血 他會 上面贏 背景 爆瘦 這樣 那本來是說老人不爽 但我都慢慢道歉 哈哈 哈哈 出事後 如果以前的管理 管理社會局長要下來 還是 煮飯單位 大力處理要下來 結果我們還是邀請台灣 我沒有處罰任何人 你想想看 今天是市長民調的議員 我問你一個公里民調的議員 就把他罰到 他這個出來 我們就把他罰那個東西 你只要幹一次 我跟你講 你用冤料做什麼 多做多做 少做少做 只有不要做才不會做 哈哈 你還要一遍 我要玩的 所以 你看我們要這個邀請 我罰到 被外面罵他 我都沒有處罰 所以我要問你的題目 我剛剛在罵公園 你憑大 沒有創心 我可能怒著 我就是怒囊 你有沒有允許他換送 我跟你講 最好的外科醫生 不是手術死亡率領 是比較低而已 剛剛的外科醫師 敢敢講 手術死亡率領 好的外科醫生 是手術死亡率比較低 不是領 我跟你講 我從來不開刀 國內都不開刀 國內都不開刀 10% 10% 所以好的外科醫生 不是手術死亡率 是比較低 所以我們 我們常常 他公務員什麼 也沒有專業 不可以講 我都幾兩天 第一個 他說明天早上 最大的尊重集體 沒有拉到 放開恩大標準 他說你確認 你確認我現在都自己講 你確認我 我確認我 出去講 你確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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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他都不講 你確認我 你確認我 所以你確認我 尊重專業 你確認我 允許他貫創 他也允許他 你確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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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們台北燈姐 本來是在發火 但你發火 他們說他是 犯規性能明白 有一次那個 官官局的課長說 他犯規性能明白 我說為什麼犯規性能明白 我們報告市場 我們公務的人員叫創新 他說 我當市場 每個人第一次聽到有時候要創新 他幹什麼都可以 每次都有 他說要創新 你有沒有鼓勵他 所以 他想說 你把這個辦公室人操掉了 他就把 把報應 把那個 所以 所以你沒有允許他 你沒有尊重他的專業 你沒有鼓勵他創新 他有點倒閘了 你沒有 這算 你幫他看 還有沒有沒有 所以 你知道為什麼台北市的風源 從來變得開始感燒掉 市長的辦公室人 真正的理由 因為台北市市值等以上的神殿 全部都是離卷制度 以前知道 要升的課長 聽說就是市長的信用電話打擊 誒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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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哪個是市值等以上 全部都是林選事務 我們在林選事務 一定要公開上網 報名 要三個禮拜以上 公開徵求 我們比方說 社會警務局長失缺 上網公開三個禮拜 大家要報名 那要組織林選委員會 市長只能派三個 徐派六個 六個裡面還有軍工 部隊代表 叫林選委員 那只要九個人投票 然後投票那一天 一號進來 你看 你那是覺得他好得打圈 加一問 你覺得沒有意見 你打三條去加一問 你覺得他如果打差過一問 所以如果一個人 一號進來 因為別人能夠久 聽完打分數 最高的是九個圈就九個 那如果九個來打差就付九個 那分數從九到五九 然後這些人投完票以後 全面二到三面 進市長市投第二名 市長、副市長、民主黨、副民主黨 市長市部 投第二名 過去四年半的建議 兩次投票 只有一次換來 第四的第一名 在第二次投了之後 沒有第一名 只有一次 那一次是為什麼 本來是一個中央政府來的第一名 結果我們要投票的時候 我們要副市長講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給國內的同仁優先 他也講完再投了 結果我們本來是國內的第二名 變第一名 不然我就非定 投票就不足講話 過掉那一次之後 兩次投票沒有辦法過 這表示什麼 如果你第一次投是第一名 第二次投還是第一名 一次就說 你好的話 換另外一遍才大部分還是好 所以 聖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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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 一個人決定才不公園 九個人來決定 不會不公園 所以我來台北市的公園發言說 蛤? 我們要升等跟市長沒有關係 市長也是 就算他來投票而已 所以台北市的公園發言說 從此我不用只看一個人的臉色 我只要認真做事 我只要對這個鴻才 鴻才有市長市的代表 有局的代表 有員工代表 我給這種投票 你知道嗎 我只要看得好 我不用看大家 只要我可以升官 所以他也是 公園開始變得勇敢了 所以他知道說 我把市長的公公司抄掉 下次投票還是只有一票而已 他就敢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齁 那個人家在建議中 他在建議中 他在說 他都拔市長 那個分局 就是我們選舉的手 就要給我打 他現在傳統都用 按照分數排序 他要幫他幫他理解 要幫他從事幫他幫忙 我說不用 從今天開始 他們是國家公園 他們不用服務市長 不用服務政 我跟他講 我們台北市的公務員 從新黨到民進黨都有 我都一起手採一點 有民進黨 也有新黨 黨民都有 這是很大的成分 很大的改變 但是這樣啊 不管選舉或是執政 其實最重要 它是一個新文化的改變 為什麼我再改變一下 我大概覺得 當台北市黨都選好 我當了17年 台大院快樂家會變好 我最多的說 管到兩百十人 管喔 小醫生小護士 實習醫生 管兩百十人 或許他開出那個助理 我都怎麼講 從現在開始 你從我面前消失 他會消失 我現在去當市長 我在那個風源 從現在開始 你從我面前消失 他會消失 每個都提款 他想說不曉得誰 什麼比較久 你現在是沒有連任 你最多四年 你不能管我四年 你現在又沒有 就算你連任了不起八年 所以台北市公園 沒有都提款 所以我叫飲食禮 他power 我強迫你尊重的位置 叫他power 什麼叫sort power 我順逢你相見我的觀念 當台大原來的家務病房主任 不用什麼sort power 每一個都聽得到 每一個都聽得到 聽得早就聽得到 所以我一定會強迫你尊重的規則 可是我看台北市長 我管八萬元一頓 透過八萬元一頓 管兩百七十萬的台北市民 透過兩百七十萬的台北市民 聯想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 沒有辦法用騙實力的 只要用管實力 所以我最近 我現在年以上常常講一句話 我都用我的經驗 實際的證明的影響 一比小英總統很大 你總統不大 所以了不起過年 我現在實際有三十幾年 那個實際證明好 你講話好小聲音 很想到帶豬兵器 都會到睡什麼 聽不懂 今天講話好客氣 睡什麼睡什麼 那實際不太不懂 別人撞到腳踏在這裡 那個人 這個年生 游泳 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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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要玩什麼的 所以我發現 晚小的團體 會用去實力 反大的團體沒有辦法 只會用反實力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說服他 你沒有辦法反差 我可以講我們最近那個 昨天那個 我想昨天最大台北市最大的新聞 我們去參加那個疫情路那個違建 坦白講那一件事情我覺得很慘 我當台北市長 疫情路不一條歐章違建 我說我就罵那個建管座 他怎麼在改 我不一條歐章違建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 什麼處理 坦白講那是不對的 為什麼 一戶的話 是老百姓不對 他只要整條路 跟建復的同學 他就很建復的 啟復一個嘴 你沒有辦法每一樣都不認得到 所以最重要的是文化 所以我跟你講最好的團隊是沒有團 所以 在很大的團隊 可以譬如一下 不管實力比明實力有效 意思就是說 大的團隊啊 沒有辦法管 只能夠讓他相信你的價值 所以說我最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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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聊香煉就不值 坦白講喔 我知道 因為我當市長的建議 那一萬聊香煉 放不下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一萬聊香煉要多少人買 而且買都是世衛師跟國安區 那一萬聊香煉 都是總統對面選擇 那這感覺就不夠了 那再來 一萬聊香煉 有多少人買 哪有用啊 這還限制到機場 還限制到寡航 還有寡航 還有寡航 海關還有雕打體 所以那聽不實話 你看那一萬聊香煉 你就知道 不願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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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要處理這題 都要聊 那前面那個三千三千三千 好幾次 你要全部都要抓 所以這很重要概念 你知道嗎 最好的關於是不用關於 因為他這個思想是有問題 所以他最有問題 你知道 我今年三月去 三月去 四月五月去這個 我沒有那個問題 我去那個文明保留 火力發電廠 因為政府特別安老一看 火力發電廠 他這個燒不乾的 你站在那外面看 你奇怪 你沒有聽到噪音 你沒有聽到噪音 你沒有看到農業 你沒有聽到味道 所以後來我在野豬上寫了一段話 我說 這不是你一看乾淨不乾淨的問題 是這很乾淨不乾淨的問題 同樣的火力發電廠 你不如給你 台中的火力發電廠 我就把你 所以這實在 我來人家說 不是日本人太健康 是台灣人太明末 那你如果要不消明 不消明 他也俗油的標準 俗音標準 你不能這樣做 很嚴謹 不要這樣做 我做人因為 我這個人在哪裡 我來不見 那時間 那邊那個 日本一個中議員 議員的見面 那一百公銜 他說 那我以前到 報案全部 我打電話去說 我們立場照辦個中國去可不可以 他說不可以 就是知道 我們怎麼會在一起 那我打來 照辦個中國的國略前代 日本不會 幾點到就是幾點到 他也不會知道 所以日本人 那種文化的 很平靜 那台人 散散的 所以 那是文化 跟日本的火力畫面 上面一看 就沒事了 他那個火力畫面 上面一看 哇 恐怖的 要激發燥 所以慢慢的 是不違的 我們要從政治上的領導 變成文化的傳導 好像 那 因為你要開始 這樣跟你相信 他們可能還是應該相信的東西 那 這也是我的概念 我跟你講 台灣的政治人物 很少人會去做 一個小節的文化 這個其實 這個是模仿 剛才講會選的方法 是 因為台灣新文化運動 民眾講座 你繼續會給你 為什麼呢 如果沒有要改 一旁人的思想跟文化 這個思維運動 不會成功 所以國家的力量 在國民前進 過敏的局勢 如果 這個國家的國民 都不相信公民爭議 好不好 所以不敢 我現在 台灣 台灣要進步 絕對不是說 換一個總統 從此 這個方式 以公平過的幸福賣樂人 有功也有 這個過敏的局勢 全部普遍公民的追準 我在美國住過 坦白講 美國國民的平均追準 來自日本台灣 我隨便講 美國人不太會說謊話 這都去美國 怎麼知道 在美國說謊話 都會說謊話 因為他沒有想到 你會說謊話 這跟我當醫生 來當市長的經驗 我當了30年來 我來做醫生 我很少聽到謊話 其實沒有 你有啊 你不會說這一句動 跟醫生動 我毛鳴 精神歌還聽到謊話 那你為什麼要聽到謊話 所以 這十二十年 發給醫生 都聽過謊話 所以我愛失去 變別謊話的能力 因為30年沒有聽過謊話 那個變別謊話的能力 就是當市長 以後慢慢訓練出來 這發給醫生 聽不到謊話 你不是說我這一句動 你跟醫生 你不是說我這一句動 對不對 當醫生 當醫生沒有聽過謊話 我以前去美國 你知道 還知道說 為什麼尼克森就下來 尼克森 然後做國事 尼克森當美國總統 然後FBI就跟他竊聽 然後被逮到 講了幾個謊話 我跟你講 如果講謊話要下來 台北這麼難控 你怎麼不意 所以每次講 我們還是個 早家連動的國家 所以每次看 叫什麼 台灣 那個實施在什麼監察院 要報徵出現金 你知道 總共只有三個正式申報 一個是死掉的申請 另一個是活著的 另外一個還沒出生 監察院送出現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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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以前 我以前 沒有去美國的時候 我問我 奇怪 民國人 美國人 美國人 在美國 第一個牌子 此處不可以倒垃圾 他就是不可以倒垃圾的意思 在台灣 第一個牌子 此處不可以倒垃圾 他意思是說 你不要被抓到就好 所以 我們那個手法的精神差太多了 所以 我講講幾句話 他就說 如果我們沒有要改變台灣人的市場 就什麼 這時候你都不會成功 我以前 他到屏東縣 我剛才這個牌子 就要 就要麻油 屏東縣 也不留在衛生索 給我一個人的意思 直接選台北市場 到屏東縣 小琉球去連獎 然後 那些選總統 直接選 或不是 我們在跟蔣博士一樣 台灣是零多人動 我們要說服台灣的人 相信一個 一個新的政治文化 所以 這個牆壁 你知道 這是 這個成績方面 香港人家的成績會創造成 現在這個時間 2014年居月十 我那時候還沒選市場 想說 我們要回首 這原因是你 回首是新港文化基金的 別人看 他這樣看著 他在鄉立戰 是自己的 發展的學校 發威良心 給我你 叫我告白了 發威良心 這樣 那經濟過年 我今天從大甲媽祖 到我這裡 站在新港 那也講 因為我們以前 在新港文化基金的 我想 我再來看 你再看 看 在我FBBCP 一年 2014年 想找回良心 你說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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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威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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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我們媽媽來 在這裏 我朋友就能給我告答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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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不難 照威良心 執政不難 莫忘之中 不難 所以 所以 現在是 現在是 報紙 我 這四年的市長 我平常在國外上 沒有人知道這種事 很多人問 請問洗禮謀 我放在哪裏 也請問下來 不然怎樣 坦白講 我只是沒有貪圖而已 本來說 哎呀 這幾天啊 三個人的 對著事情做 對著事情不要做 認真做 講完了 欸我都這麼簡單 我是說啊 可是 別的地方是 對著事情不做 對著事情一直做 還要給他做 台灣不是這樣嗎 這樣 對著事情做 不對著不要做 認真做 這樣就 但是我覺得 以後 別管這麼多 以前那樣子 變得太不爛了 我們這樣變得比較 比較 上級臨時 以後 被管錢啊 但是被管那麼多 以前那樣子變得太不爛了 所以 從這 你知道 找回人家 執政 是莫忘之中 那時候 他覺得這樣 你那些俠會 什麼是對著什麼是錯 你跟我講 你不知道 真的還假的 對著錯人 你跟我講 什麼是對著什麼錯人 你不知道 真的還假的 對啊 講完了 所以你把理由大陸 我最近拿來講 什麼政治人物的陽性 這個 這個我也是在想 為什麼 那樣子有幸福 然後一直有幸福 所以 你知道嗎 聽說 你 對政治人物的 政治的目標 我政治的目標很簡單 這是建立的對著社會 他說 政府是否定的 政府講話你相信嗎 我都不相信 你怎麼相信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就是這樣 聲浪電場那件事情 是我非常有意見 因為那時候聲浪電場 本來是要改 在立法院 當然是這樣 我那時候在私憶會 我還去共同局 玩個鐵局大肆保險 提供是你對深澳電廠要表態 你到底是知識還是反對 你是要用廢花電還是用愛花電 這叫我反對深澳電廠 就愛產業 老闆講 其實是這樣 深澳電廠要蓋還是不要蓋 這是科學的題目 不是政治表態的題目 在我們內心裡面的話 魚人的問題 自主的話可以當 為什麼你知道 深澳電廠要蓋不蓋 第一,核四書確認不蓋 核一核什麼車要退不去 北部發電基礎有清楚 南電北中那個線路有沒有問題 還有 燒天然氣比較便宜 這我知道 燒天然氣比燒煤更乾淨 這我知道 可是燒天然氣比較貴 每一部差8,0.8元 現在如果燒天然氣 燒煤漢 每一部電差1.8元 大概2.5元 每一部電都差1.1元 算是這樣 深澳電廠 那就是科學的題目 這是大家有問題 大家明講 燒煤漢比較有 比較讚 我知道 但是2元 大家去想 你這電要氣 要氣一口嗎 你不要不要 你這燒煤漢 你這燒煤漢 那這電要升1塊錢 給大家明講 所以這是科學的題目 你要取得一下 不要看你時代 但任何好議會都不是 在那種表態 結果也是 明進南高成的 我還不講那名字 這件事情會很生氣 他私下找 他說 我一定是大號 他說 你這燒煤漢 你這燒煤漢 發了意見 我們也蓋不下去 他說 他說 那個燒煤漢 反平是國民黨實在做 所以 從現在認為 這個燒煤漢 我們人家一部有缺點 所以燒煤漢 一定要蓋 我說 一定要蓋 你確實是嗎 是嗎 我就算過 一定要蓋 我說 我說 好啦 既然是你講的 那 那 那我都不要講話 結果兩個禮拜後 突然有一天 你來經過一個晚上 台灣的電路來過用 深奧電腦取消 現在是有偶像生氣 也是你親自來找 深奧電腦一定要蓋 然後 他弄過了兩個禮拜 就無意見 經過一個晚上的計算 他們突然說 台灣的電路不用 你總有一次 所以這個 政府是可信的 給你欣負公平到你 哪個老闆這裡 行啊不行 所以我剛才也寫 我剛才能講錯話 講錯話 都可以做掉 不要拗 都可以做個爽 沒有人一定來 我正在這裡說 也會錯 錯就錯了 因為政府不可以私信 再來 公務員是服務人員 公務員是修理老百姓的 我現在要求我們局處理人 就被他管理的單位 每年都要蓋錯單位 最後 參加那個 會器務公務會 沒有什麼 那歷史跟他說 哇 恭喜你 他只要載入獸獎 會 他省省 剛才下來再院 要十一個月 我現在三個月就在 他從十一個月變三個月 他也很高興 我還覺得說 還要三個月 還拿出來說 我以前 那時間高 那個時照 那個電視 那個理念 那個來更新 他還說 我都拿去買 我都要選擬 我都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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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選擇 他就去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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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個樣 成喜得死 政府變成企業最大的障害 我們現在台灣 政府是企業最大的風險 我講的 我上任那一年 那個地價稅漲30% 我們很多的租金 是按照地價稅升 1% 就算地價稅漲30% 所以土地租金是上升30% 上升30%是平均 所以有的是漲200多 260% 總平均漲30% 所以有的更高 很多很多很多 那一陣子很多 很多企業都很慘 因為 他們說哪一天 做不出幾兩軍 很怕 離開一下 我們後來 又沒有一個規定 你知道 從現在開始 只要在台北市政府租地 每年最多成16% 不管是地價稅 最低不一% 昨天的最低不一% 出面上升 政府不會變成人民最大的危機 一見 所以老實講 像這次雙幾件會 就非常多一件 第一 你今天 先申請一個 我不是中資公司 得到一個不是中資公司的認證 然後投審會來通 他是中資 那當然 這位說 這是經濟部決定 這是金管會的投... 這是投審會決定 這是兩個不同的單位 可是對老百姓來講 我還以為是政府是一體的 你不可以說經濟部 說我不是中資 投審會投資公司 他一定會這樣 所以慢慢想要跟大家講 公務員是服務員員 不是修理員員 沒有什麼 我看到這輪 是那個 申請建造行為 我都會查 所以我 我來講 最近 公公平均一張建造是寫的 那 他無法去送公文都比他短 是 現在現場在心裡 我還開什麼玩笑 我剛才認識到第六個 一百%進來 地主一百%的同意 六個案發現場 回家 六個案沒有發現場 那我怎麼簽字到前一邊 然後再兩個月 八個月 都叫第六個 一百%的同意 六個案發現場 最多八個 六個案沒有發現場 那在金市長次報告 為什麼你們沒有發現場 為什麼你們發現場 六個案發現場 是先不正面 你不可以看那個時候 不行不用回去 你不可以再講說 為什麼不行 那在國前就對了 那這個也不行 再給我回去 那你為什麼不用checklist 一竊之間 就要搞出來 全開過 那個公文 好像上四個 來回四次 我現在 我們那個公文 反正叫你 這按你來回全部 我說一個一個修理 我告訴你 按那個公文 來來回四次 我說你不能一次 把跟他講說 一次補習嗎 所以公務員是服務人民的 公務員是在修理人民的 後來 法律是給民主總統 法律不是給你參考委員 我告訴你 我到現在市長 我2014年要選來給市長 我網路上來 這個公文節目 美俄附大金站 雙鞭三窗雙子 星星星高漢化 國漢 山中漢 國花漢漢 我按到責任 他換公文的當市長 他就按到責任 所以前面 我們那個大金站開會 錄音 哇 好不容易 我擔到責任 我擔到責任 他就拿 因為他被他想一個 想不到責任 那他 他想不到責任 那我又沒有拿錢 你想幹什麼 他問了我便宜一下 他大金站都好像也突如揮 我現在感覺 全都還突破度硬 我又很歡迎 那責任責任 我又說沒有拿錢 他感覺 我當台北市長 一科當中的 沒有發現到 很奇怪 不見了 他早上 裝鞍 你知道 奇怪 我看台北市長 你已經弄負貧洞 拿負貧洞 拿負貧洞 不負貧 再拿負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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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我當市長這四年 沒有副市長以上的負貧 因為這個負貧 這個負貧 但是 有一個案子 什麼案子 警察警 中山區派出所 警察受保 不過我們那是很生氣的 如果他去徐立委員 他去徐立委員 怎麼會有個派出所 中山區警察受保 我說怎麼會有事 我說去 我每天下班 因為我開始做法解釋 早上趕快吃飯 大家趕快啤笑 後來 我就開始問問 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還知道為什麼 我台北市不是 醫療網路都療網路 地區的類 裡面不是一大堆酒吧嗎 因為我們主地附近 是有關事 那又好不容易 國長以後 所以我們是這樣 如果你這個地方 行就行 路你就說不行 你說不行 那邊有個國長 你都會起來 所以當一個條農地區 你知道 都是酒吧 看說他會很獨立 都已經使用管制 他會接一間50年 被人渴抓 或不抓 都請大家去送 所以我還有一個要求 把條農地區 全部整理一遍 全部把它折迫過來 不行 你騙一下 業員的事情 會打破 你知道嗎 你說哪裏要改 他說法令 真的是無價 你打算法令 法令要改 所以我們台灣 常常都是說 那法律定義 給大家常做 所以我問說去年 我們去年 把立法院外面 那個帳門全部把它拆掉 那些公侯們 八百種子 全部拆掉 立法院是中華民國立法紀國 結果立法院外面 全部是不敗 那個帳門還搭在那裡 還站到那個馬路上來 我猜他他比我還兇 因為你沒有人權 我說你立法來沒有人權 所以在台灣你知道 那種法律就是 沒有人在某一個行道 所以在台灣 手法就是沒有辦法去試 有關係的就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的才有關係 但法律沒有 所以我告訴你 為什麼大陸別斷 我都是要解決 內戶我還是要解決 以前陸我還是要解決 社子島我還是要解決 社子島我還是要解決 社子島我去年六月 我去念政府 我說社子島開發一定要解決 社子島進劍49年 到今年 進劍49年 社子島如果真的進劍49年 現在上面只有野生動物 沒有任列 他明明就住了一萬多人 他自己也說瞎話 瞎過美劍一大堆 他一旦進劍 他每個都在美劍 他跟我說你們住美劍 他說我美劍 美劍 中華民國美劍有課稅 美劍還有課房務稅 不公平 他是要買多許國的 所以這年能跟他課房務稅 他課的事是沒有 全部都會課的 這樣不公平 就不公平 法律是給人民尊所用 不是給人民參加有 我講太多了 法律一旦公布叫他尊所 如果沒有要尊所 他就要收回 會不會法律一旦在哪 法律也會寫到 所以法律是給人民尊所用 也不是給人民參加有 司法是公平的 就好,那兩次在 我講說,司法要是公平的 我都會不會當台北市長 他在艾茲案、郭柯惟案、林議事領 就用台灣去發展 坦白講 有一句話大家要記住 敵人都是自己知道出來的 同時在台大當醫生 當個阿老的 你公民黨就要去搞你什麼 艾茲案、郭柯惟案 天津市有打破,國外一定得到幾年 台北有長不是 他在北農康管 總覺得你一定要提他就好 而且他一死了一個 誰在公平裡把插落 插進來就好了 所以想著災難丟了江湛 司法是國家最高工具 不可以變成政治工具 司法是國家最高網線 司法要工具 司法要讓人影響去 司法變政治工具來下場文產 柯柯惟是一個例子 韓國是一個例子 敵人都是自己知道出來的 後來公民黨就很厚 又能搞一個問題出來的 那你現在就厚 又能搞一個韓國出來的 所以司法是公平的 司法是抓壞人 建議是發展這個 我也是說換例 建議是官員有辦法的 有辦法的都不用做好 所以不是這樣說嗎 我都說 我家是你不要把我家 我家是說這樣 我家是先把全國 我跟你講 國家就這麼簡單的 政府是可信的 公務員是服務人員的 法律是別人民生所用的 司法是公平的 簡單是抓壞人的 主力是官有罪人的 這樣就好 有人說就這麼簡單嗎 可不是啊 很難做到 我跟你講 是不這樣 所以簡單的講 就是三個原則 對的是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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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這個在那一道歌裡 吐了歪心 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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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乖 吐了歪心 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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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齁 這句話 對喜 對喜 這個叫革命四原則 一個叫革命靠宣傳 一個叫革命分階段 革命訓練 革命要過 我要來講我來想 第一個 革命要靠宣傳 我們要讓老百姓相信 他們本來又應該講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 剛才講過 up out 收拾 所以 價值信念比政策重要 因為政策是一個環境改變 可是價值信念委員 另外一句話 外的價值也有 台灣的價值 民主 自由 公園 台語化 化智 人權 官外 公司 永續經歷 這就是外的價值 所以齁 像我們在講交通價值 共享 慾能 螢化安全 比方說我們開始在交通政策 有四個價值 共享 慾能 螢化安全 我們叫共享 U-Bike U-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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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台北市開始有 Fenom機制共享 我們到今年年底 大概超過四間 我們現在開始推那個 汽車共享 然後一百回家 我們現在台北市有150輛的汽車在共享 我們還有那個 停車位共享 我覺得台北市不要再蓋停車位 我們把台北市所有的公家機關 學校 甚至那個大 你知道嗎 停車位全部捐出來 他用那個ABB 用手機控制 奉享 不要再蓋停車位 奉享就好 所以奉享是個概念 U-Model 再來 綠能 為什麼要推那1280 給你1280 意思是說 不要再蓋停車位 後來我們給那個建牢卡 我們台北市那建牢卡 480塊 為什麼 全部給他 可以做那個捷運 工程 10塊 我現在做計程車 那個65歲 那老的做計程車 逼50塊 你到底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跟他講說 你就 我要把他起身 公共運輸的一部分 所以 所以 雨嶺能力 比如說 你打給麥塞車 公共運輸比較兇 比較乾淨 對啊 我們要推電 我們要推電動公車 依化 我都不用講 我們到今天年底 世界的停車位 會全部用線上管制 用手機 等於在家裡 在手機上面 腳位 全部自動化 全部那個交通 我們現在台北市 我們開始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把所有的交通號釋 它不是 它那紅玉燈不是不適限不適用 它按照交通流量 會調整那個紅玉燈的時間 所以我們公司會數 這個基本 我們控制700條馬路 全部用 用那個攝影機來看 交通流量 透過能公司會 控制全台北市的 紅玉燈的時間 安全 你知道我台北市為什麼要 從那個預測人權通道 我們那個巷子 我們那個巷子裡面 有畫那個 預測人權通道的影 最後傷亡人數下降四十幾個聲 這很有趣 你看它很簡單 有畫的影 最後人數下降四十幾個聲 以前我們敲軟鐵 你很懂 你老一家的背貨走到中間 然後 後來你還靠著命 我今天台北市側破 死亡有兩組 一組是十八 十五十八歲到二十五歲 做摩托車 還有一組是六十五歲以上的 復選的老人 這是目前台北市側破 死亡最多的兩組人 這下雨的摩托車 很曬 很動心的動心 老人家是去用 他就講一看他來的 所以有畫 有畫綠色的空道的底 是說人數下降四十幾 第一年下降四十幾個聲 到第三年下降到下降二十幾個聲 所以你看看那個 那個 你都很奇怪 你為什麼要去看 在巷子裡面 要畫那個預測人權通道 這個叫價值 先決定價值 要決定這麼做 所以交通的價值 要是動展 綠能綠化的感覺 在這個價值之下 你決定整整 所以先決定價值 再決定整整 所以 你自己要先相信別人才相信 最重要的 不要讓人民相信 他們本來都能改善這個東西 柳澤林報名學 也講 你相信公平正義嗎 就讓學生去戴友好 如果你要當一生 你都不相信公平正義 來以後你就定了怎麼辦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我們國家的國民都不相信公平正義 怎麼那麼多難 但為什麼你這樣講說 這種政治理的 那是文化的改變 所以 所以 後來 都沒有用分階段 能做的先做 A大D L之外 又不先做 所以 G小勝為大勝 搞不然 G小敗為大勝 equity 人家 多嚴大 都要是 women Tay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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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平址管理 同一個打手啦 公民室在公民說 如果你有辦法從董事長總經理到掃地的火拉站 每天都會進步一點點 合起來這家公共獎勵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辦法像公司一樣 連那個掃地的火拉站 洗廁所的火拉站和營業都一樣怎麼掃會比較乾淨 廁所要怎麼刷會比較乾淨 你這家公司就厲害了 所以喔 還是那句話 國家是力量在國民全體裡 每個國民免疫苗是一點點一點點 聯繫起來那個最可怕 但是倒過來 如果你的國民要退步一點點很完蛋 所以技巧是美大陣 技巧是美大陣 所以 為什麼合併要不見斷 能做的先做 不能做的就放過去 再來喔 合併要對 這家公司一樣的概念 不要亂講 一、二、三 所有人都一起做 我們在臺美市 想出個口號 由內由海或公共事 這什麼意思呢 從公家內部 往外部私人企業提供 分從公家機關學校 在政府相關系列 在私人企業 正最搖環 都從這個開始做 我先跟大家講喔 我最近做了幾件事情 到明年9月 台北市 236個學校 國小國中高中 全部校園光線短路 每個學校 每一天教室 來個不一塊塊 國小三年級到 全部開北 一直有力 我發了16名 校園全部光線短路 你想要看喔 這個國家的一化 從哪裡開始 學校 今年9月開始 我跟你講喔 我們那個Yoyo卡 在今年1月 就拿到電子支付 所以到年底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卡 個人對個人轉帳 所以我們從今年9月開始 就校園學生開始 開北市239個學校 分成三個標案 我們要全部上線 不能上電 我們要不能上電 一開始我在講說 我在用兩年的時間 把鈔票跟紙 跟銅板消滅 人家都留在開 人家 我跟你講 我們準備很久了 今年9月一開始 下個月一開始 我們國小國中高中 所有學生 學生卡 綁丟我卡 然後 然後那個家長 你知道 可以用手機 控制他兒子的運用錢 跟他國有卡 就紀元卡 都知道是誰的 你今天比較乖 他手機在那邊50塊 你不乖 我就沒有給你 然後他拿個鈔票卡 去學校 學校全部是無人上座 那個無人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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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人工智慧的 你已經逼的時候 他自然是學生 所以11點到小1點 不會賣麵包給你 你很像7000秒5站 可以賣給你 可是老子已經逼你買得到 被他人工智慧的 完全人工智慧 我跟你講 其實711 按道中事務下 我非常清楚 無人上座 你不會把711 所以 他就會掉掉 可是你看 我們會一共711 不會 從學校的護衣室開始 為什麼 因為學校的護衣室做緩位 我不用去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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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進去跟進去 但是我跟大家講 台北市的國小國中高中 學生加起來是22萬人 當22萬人的學生 全部用悠遊卡 無現金交易 很快的 學校外面的商店 背貨要跟進 這全部要刷悠遊卡 然後很快整個台北市都被虛擬 所以 同樣革命要對武 革命要 革命 革命 從你被控制的地方開始 不要就 自你沒有辦法改變的東西 所以 我們來也是 有三個最容易懂 一個是22萬年的學生 8萬年的公務 還有個什麼 這個新增速化 你一定要換來的 我們有44萬張老人卡 這個現老卡 那現老卡 每個有480塊 他一定要用那一張 所以他那張卡就會 因為他一定要用那一張卡 那張卡他就會開始用 然後我們開始用配置支付 那個卡可以輸錢進去 然後我們開始查說 讓那一張卡都可以去盜住立馬 所以很快的台語是要開始推入現金交易 所以如果我要推入現金交易 我要動得從學校開始 我大概有一個商店 夏天就開始上線 然後 然後 因為236的學校 那是剛剛賣金太多了 所以他全部布置完畢 大概要換一個學習 所以到明年的大概一月 會全部布置完畢 所以大概從九月開始 學校開始 會上線 到明年的一月 236的學校全部上線 然後到明年一月 或者到明學生 全部開始用配置支付 所以腳辦會全部用過頭卡 還有那個 我學校給他裝冷氣機 你知道嗎 冷氣機我買 可是他電應該要自己顧 你會給我卡炒兩隻 他電到冷氣就開始跑 拔掉他就沒有了 電不要自己顧 我會買冷氣機給你 可是電不要自己顧 對不對 公平 最後 最後 這個 革命要破壞 什麼革命要破壞 你知道嗎 系列文化 是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在擴張的過程當中 你知道嗎 不會犧牲掉系列文化 為什麼呢 文化是一個機關最重要的資質 你不要再 所以不要 所以不要 為了擴張 你的樣子 把這個系列文化 吸死掉 這要什麼意思呢 這要我真的在想 其實我以為 我們開始 開始 臺灣民眾黨 我覺得我們一開始 不是創黨元素 一開始我們要建議 系列文化 心靈行政 政治成績 他那個系列文化 我也有慢慢擴張 我們要再擴張擴張 擴張擴張 把那個 阿花阿葡 沒有搞進來 系列文化 沒有垮掉 所以 這四個是一個 今天跟大家講 今天我來講 城市治理 其實我們在進行 也是一場 社會文化的改動 由於是靠宣傳 這讓大家相信 看回來 又要給大家相信 動機 當國民不再相信 公民正義的時候 國鄉沒有做 國民不相信 政府的成績 阿國無敵 所以 大家讓他相信 公民正義 革命要靠全轉 因為 革命要分階段 不要犯獎一次成功 革命分隊 國民可以開始做 可以開始做 所以 所以 對臺北市來講 學生 公務員 老人好 就是我們政策三個 最容易做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推 電信教育從學校開始 我們要推那個 輪路人選從學校開始 這個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大概應該怎麼要講 你知道我為什麼 我花了16筆 把臺北市全部做光纖網路 你要立法做這件事情嗎 1994年 催脫W事件 剛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未來30年 台灣不會出現 三級屏幕當中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你現在是小學六名級 你沒有手機 你沒有遣滿四道房 學校沒有Internet 你也沒有iPad 你死定了 我跟你講 你怎麼不能在競爭 教育本來是窮人寬生的機會 我現在跟大家講 在這一個 在這一個 屏幕是世襲 我為什麼發現這些事情 有時候下一個命令 我們來北市 國中畢業要考高中 要考那個比較基測 基測我就看那個 西 我們來北市 最厲害的學校叫 中正國中 中正國中 中央考西有點六個剩 我忘記了 到底 有點六個剩 差不多一台 那一大西早有到幾個西 可是我們來北市 很多學校超過四十個剩 所以人家問 啊 我怎麼會有畫美容學校 然後我們就去看 哇 連我們來北市 還有我們那個 雄人巨角的學校 那個學校考西了 超過四十個剩 而且好幾個 都在那些比較弱勢的地區 然後我就看 那他這些學生怎麼好看 我跟你講 完全沒辦法翻證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錢使用網路 所以他沒有辦法跟同學見證 所以那個有錢的學校 他有網路 所以那個學生可以吸收 都支持 所以他變得更厲害 他那個雄人的學校 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使用網路 所以我還發現 你知道 我們大概未來 大概 大概這三十年 這三十年 雄人是沒辦法翻證 沒有他使用網路的那一批 雄人 完全沒辦法翻證 因為其實在 在教育上是沒有機會翻證 所以我還發現 剛剛大學 大一新生 我聽說 他大安區 都要站的幾趟 其他的幾趟 台灣大學 新生 還讓大安區 都站到其他的一趟 所以我還發現 公立大學 他說 柳先生帶點 他窮人今天 那種比較 比較貴的私立大學 然後 他說 他都不沒錢 因為他的錢 還找學會 然後他最窮的 他沒有辦法使用網路 他根本沒辦法競爭 說他就考西 說我們下一道命令 我說 我們台北市在推智慧學校 考西最多的學校優先 然後我們在推松明學校 我們下一道命 我說考西最多的學校 先松明學校 本來那個學校是那個 不足的學校 不然他變成松明學校 奇怪 都在那邊跑來那邊 哈哈 馬的學校 這道什麼意思 你知道 用政府的力量 去解決 平衡學術的問題 他就是那個地區很窮 你看松明學校 奇怪 那些小孩子 給那些小孩子有更多的機會 見證 所以我們那個 B1 B1是窮的學校優先 然後那個松明學校 是窮的學校優先 那我們很簡單 按那個學校 逃膝的台湾考 考那個最差的學校 最多的學校 用政府的力量 去解決平衡學術的問題 其實我跟你講 你們不曉得 台灣的平衡現在在 這一刻這一刻 在台湾四溪 窮人小孩子 一個機會 中間 沒有辦法使用網路 所以我們一定要解決 那個窮人的小孩子 沒有辦法用網路的問題 然後就用國家的力量去對抖 不過是這樣 台北市是比較有錢的城市 你知道嗎 我們那也是在 我們明年9月大概都全部網路 可是你想想看 全台灣的學校 那些比較窮的縣 你知道嗎 都有雙語教育 然後有無線網路 你知道嗎 這恐怕不是10年內可以達到 所以台灣就有增加差距 不過是這樣 做多少算多少 也不要漫長 一天 你知道嗎 台灣就變得很好的國家 我最近拿來講 美國你知道 從1774年 美國奴隸革命 到現在兩百四十年 到兩百四十年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沒有理由說 結30年的國家 民主政治 它的國民水準 跟那個200多年的國家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在國民的水準 政治的 聯繫 聯繫 你知道嗎 比不到 比不夠西歐 北歐 其實還是正常的 必須時間 只是說你不做 那就更沒有機會 所以 所以我要對這樣 就是 最後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也心存善念不容易 我們一直看到 他在往世間 你還心存善念 不太容易了 心存善念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那就看 做多少算多少 那你不要想說 一、二、三、四成功 做多少算多少 希望 所以最後一句話 最重要的 希望 台灣英雄 我們變得更好 好 加油 好 謝謝柯市長 在第一場的演唱 非常好